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继续留在美国生活 这60天的时间在美国不算非法拘留 根据这个道理 既然这60天是用来rep up的 那么你在这60天里如果离开美国 原来的身份和grace period就无效了 一般就不方便再返美 当然有一些exceptions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前面说到的是H1B 其他类型的在美国工作的签证 比如L1 O1 TN还有E签证等等 包括配偶的签证也是这样 都有60天grace period 那么这60天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从离职的时候 什么叫离职的时候呢 你不在这个单位这个雇主这个公司这里工作 这个就叫离职的时间 那不是你最后一天领到工资的时间 比如有的公司可能会过30天才发工资 但是呢严格来说 应该是你停止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时间 有的人说我的i94还有效 批了好几年 我中途离职了 H1B身份是不是能继续延续到原定的失效日期呢 当然不行是吧 我们举个例子 就像你个人手里有前雇主颁发的工作证 如果你不在那里工作了 虽然工作证本身比如写的有效期10年 还没有过期 那你不能再用这个工作证 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个重要的一点 对很多申请人来说需要注意的 你知道呢你的H1B批准了 是吧批准书上呢一般会有一个新的i94 或者你离境然后再回来也有这个i94 是吧 等下现在呢很多时候是电子版的 当然在批准书上呢也有hard copy纸版的 这上面呢有你在美国合法居留的时间 如果你的H1B是因为要过期了 比如说批准我在美国工作两年三年 因为要到期了而离开工作 或者是即将到期了离开工作 那你很有可能呢没有60天的grace period 什么意思呢你i94的过期日期如果比60天短 那么这就是你grace period的截止日期 如果你离职的时候 H1B批准书上面你的i94还有15天就要过期了 那么你的grace period就只有15天 而不是60天 这道理是i94过期 H1B身份截止的日期呢 你事先就知道 所以呢你事先呢就可以相应的做出安排 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grace period 这一点比较重要 那么对一般人来说如果有60天的grace period 这期间可以做什么呢 你要么安排离开美国 要么继续找工作 如果在这60天内找到了新的职位 那么新雇主可以提交新的H1B申请 在收到了来自移民局对新的H1B的收据以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为新雇主工作 如果你是在过了60天以后 才提交了新的H1B申请 为了避免麻烦起见 我们建议可以在新的H1B批准以后 再开始工作 如果你用加速审理H1B 可以很快得到处理 如果你是在出境以后 又有新的雇主给你提交了H1B 得到批准 如果你的护照上面的H1B签证仍然有效 那么你可以用有效的护照上的签证 和新的H1B批准书入境美国工作 如果在这60天内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呢 需要更多的时间 你可以考虑提交申请转为B2签证 或者其他类型的签证 此前呢我们有其他视频讲过 比如身份要过期了怎么办 有无种解决办法等等 那么在你的申请提交上去 判定期间 移民局处理期间 往往要好几个月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继续找工作 找到新的工作以后呢 你可以让新雇主为你提交新的H1B工作签证申请 有的人会问换了工作 中间有这么一段盖 那我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离开美国出境 去签新的H1B签证呢 我批准了以后 是可以直接就继续留在美国 为新雇主做新的H1B 还是需要到境外 去一个不管叫激活呀 Revalidation完成这么一个手续呢 你不需要自己决定 移民局会为你做出决定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了表格 提交了新的H1B申请以后呢 如果移民局要求你出境去签证 那么你收到的批准书上面呢 没有新的I94 如果你收到批准书上有新的I94 有新的身份结局日期 那就是说呢 移民局认为你不需要出境 新去签证 好 我们这个讲座讲到的是 H1B等工作签证 身份失效后的Grace Pierre 谢谢